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句话 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 整个完整的句子是这么说的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有许多人认为 我们因着信耶稣罪得到赦免 就可以进天国了 但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又说 要努力才能够进天国 究竟天国是不是努力才能够进入的 就让本集诚心诚意南解经文系列节目 我们就从这段南解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七到第十二节开始说起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七到第十二节说 他们走的时候 耶稣就对动人讲论 约翰说 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 要看风吹冻的芦苇吗 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 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 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 是要看先知吗 我告诉你们 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 经上记者说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 在你面前预备道路 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 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 是来自和合本的圣经 第十二节和合本的翻译是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但是这段经文 在新一本的翻译当中是这么说的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 直到现在 天国不断遭受到猛烈的攻击 强暴的人企图把他夺去 这两种翻译看起来差距非常的大 究竟要如何理解圣经真正的意思呢 曾经有一位网友提到 他们的教会里面 有一位传道人讲到的题目叫做 得救的24个条件 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努力 他所引用的经文就是这节经文 他认为得救是有条件的 而且是要付出24个条件 换句话说 就是一个人 如果没有这个24个条件的话 那么这个人就不会得救 有了这个24个条件的话 他就会得救 这个网友觉得这种说法违背了阴性称义的原则 所以他问我 这样的解经正确吗 其实 这段马太福音第11章第12节的经文说 从施行者约翰开始传道到今天 天国遭受猛烈的攻击 强暴的人企图夺取他 他的原文是希腊文 但是从希腊文的字面上不太容易看得懂它是什么意思 想要理解这段经文 首先我们必须要留意耶稣讲这句话的背景 也就是理解这段经文的关键 我一再强调解经的时候不要断章取义 因为断章取义会失去圣经原本的意义 所以我在过去的节目当中 一再的说要对照上下文 这节经文也是一样 如果脱离了上下文来理解这段经文的话 就容易陷入人要靠功劳来得救的这个物谬 所以我们要谨慎 从上下文当中我们可以得知 这里并不是在讲我们如何能够得救 而是在讲关于一个得救的人 要如何来面对逼迫的事情 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的上文看到 耶稣正在谈论施洗约翰 现在我换一个方式 用现代化的语言来诠释这段马太福音 第十一章第七到第十一节的情节 耶稣说 施洗约翰先前出来传道 他带来的信息是 天国不是虚构的 天国是真实的 天国将要来临 因为有一个人要把天国带来 他不是虚构的人物 而是真正的弥赛亚 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 这是施洗约翰所传讲的讯息 施洗约翰这样描述耶稣 而耶稣是怎么谈到施洗约翰的呢 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 对众人谈到施洗约翰 耶稣说 施洗约翰明白天国的道理 天国将要来临 他的大能能够使整个世界重回到正轨 当施洗约翰明白了天国的道理 这带给施洗约翰什么影响呢 天国的道理 使施洗约翰彻底的改变 因为施洗约翰不是一个贵族 而是在属灵上面火热的人 这是因为施洗约翰明白 天国是真实的 并且天国将会临到 所以天国便成为施洗约翰追求的淫切 并且掌管了他的生命 耶稣说 看看施洗约翰吧 再看看你们自己吧 看看你们自己究竟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来到这里听天国的道理的 你们当中有些人说 嘿 天国的道理十分的有意思 确实发人深省 这些人觉得天国的道理十分的吸引人 但是他们只是听一听罢了 听完了以后 生命的光景却没有改变 因为基本上 这些人只是想听一听关于神国的事情 然而他们依然顾我 过着从前舒适的日子 但是想要进天国的人 怎么可能是这种人呢 于是接下来 耶稣说了本集节目的重点 从施洗约翰开始 传道到今天 天国遭受到猛烈的攻击 强暴的人企图夺他 耶稣的意思是说 从施洗约翰直到现在 明白天国道理的人都知道 天国是带着一股属灵的力量 要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 但是撒旦想要阻止他们进入天国 所以千方百计的 要把天国从他们的生命当中夺走 由于这句话 希腊文的原始的意思 从字面上不太容易看得懂 所以河河本的圣经 在这里把它翻译成为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但是河河本这样的翻译 反而造成了有些人认为 要靠行为才能够得救的这种误解 事实上这里所说的努力 并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 而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 应当有的态度 正如同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第二十四节里面 耶稣也曾经说过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这是相同的意思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 要进神的国 努力是一种基督徒 应该有的态度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不正确的圣经经文的解释 常常混淆了一些基督徒的 基本态度 因此我们不得不谨慎 举例来说 我在一个月以前讲了一集节目 叫做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能不能够进天堂 这集节目播出了以后 有许多人严厉的批评我 理性一点的人说我是加尔文主义 感性一点的人说没有信的家人 不能够进天堂 他们即使能够进天堂 他们能够快乐吗 还有一些人因为担心 没有信主的家人不能够进天堂 情绪特别的激动 还有人引用了使徒行传 第16章第31节来反驳我 这段经文是说 当信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所以这个人说 根据这段经文证明了 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 他的家人自动同时也都会得救 事实上 这个人是错误的解禁 因为这一节的经文的原文 都必得救是一个单数字 指的是狱卒一个人 接着便有你和你一家 这一句话表示 那一天狱卒应该是把全家带来受洗 他带全家受洗的时候 给他们全家施洗的保罗 不会对狱卒的家人说 你们不必信 因为你们的丈夫信了 因为你们的爸爸信了 所以你们全家自动都会得救 保罗一定是问他们全家 要不要信 要不要受洗 所以最后这一家全部都受洗了 表示这一家人全家都信主了 那个人传福音 是因为他自己信了 然后他传给他的全家 后来全家都信了 全家都受洗了 这是指着 传福音给家人 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 一直要到全家都信了主 这才是我们盼望的果效 全家得救 这是神的应许 所以这句话正确的意思是说 你当信耶稣 你必得救 你和你一家都是一样 或者是 你和你一家当信耶稣 都必得救 圣经说的很清楚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圣经很明确 很清楚的说 人得救 只能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物 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对这段经文的误解 也让一些基督徒以为 不用传福音给家人 他们将来自动也会上天堂 不要说 没有接受福音的人 不能够进天堂 就是信了耶稣的人 就一定通通都可以进天堂吗 估计接下来 我这么说 有的人 有的人更要来反驳我 因为确实也有人 根据耶稣在十四节上 最后说的一句话 成了 就说 因为耶稣做了赎罪祭 也就是神的拯救工作 大功告成了 我们因着信耶稣 罪得赦免 所以也就是因信称义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天国了 但是 我要问一问大家 你觉得这种说法正确吗 事实上 耶稣从来没有这么说 因为信了耶稣 我们的罪是得赦免了 但是我们犯罪的本性 并没有得到赦免 我想问大家 耶稣说过 你们罪得赦免 就可以进天国了 这句话吗 没有 那么 耶稣说过 你只要信我 你在天国里面就有份了 这句话吗 也没有 耶稣也没有说过这句话 或许你会说 耶稣没有说过这句话 并不表示没有啊 既然有意义 那么我们就来看 耶稣是怎么说的 耶稣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父子义的人 才能进去 那遵行天父子义的 也就是说 要能够遵行神的旨意 能够行神的道 能够施行 真理的道 这个真理的道 就是指着神的话说的 凡是神对人的要求 必须要谨守的 都要守住 这样的人 才能够进天国 在圣经里面 预言了 主再来的时候 要对所有的人 进行审判 请注意 末日大审判 不是审判不信的人 也包括了审判 信主的基督徒 所以耶稣才会说那些 分别拜子跟麦子 绵羊跟山羊 聪明的童女 跟羽卓的童女 还有那些侍奉神的 不侍奉神的 还有善仆恶仆的那些预言 这些预言说明了 当末日的时候 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 审判是从神的家 就是从基督的教会开始的 这个意思 原本是旧约所招式出来的 说到惩治是从圣所起来的 神的选民 要因为罪先受审判 后来彼得基于这个观点 认为审判是从神的教会开始的 然后才拓展到别的地方 以上的这些证据都说明了 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进天国 有些仅仅得救的基督徒 是不会进天国的 那么你或许要问 什么是仅仅得救的基督徒呢 事实上 我多次的回答网友 也多次的在节目当中提到过 什么是仅仅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前面提到 有许多人认为得救就是信了耶稣 最得到赦免 这也就是得救了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说 我们要在那利好的根基上 个人谨慎的建造 并有火的试炼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要受亏损 个人却要得救 只是要从火里经过一样 保罗的意思也就是说 有些基督徒虽然相信耶稣 罪也得到赦免 但是他得救的装备不足 或者得救的装备装错了 在末日大审判的时候 这些错误的东西 都会被焚烧殆尽 存不下来 因为这些人装备的东西 通通都是草木和谐 而非金银宝石 所以那些当然都存不下来 他们虽然得救 但是像火里经过一样 其实我们在前面提到 耶稣在十字架上 最后说的一句话 成了 那句话是凡是相信 耶稣的人都会得救 但是神的救赎工作完成了 并不是神的计划就此完成了 因为有了耶稣用他自己 为我们献上赎罪祭 人的罪被赦免了 人才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 接受神的做工 根据这个事实 我们看见了 神做救赎的工作 就是给末世 神要做拯救的工作 打一个进一步的基础 所以末世的审判刑罚 试炼熬炼 才是真正拯救人 脱离撒旦权势 脱离撒旦本性败坏辖制的工作 末世的工作 才能够变化人的撒旦败坏的性情 拯救人脱离撒旦权势 达到完全归向神的目的 所以人信了耶稣以后 如果不经历神末世的做工 这个人也是不能够进神的国 因为人的罪被赦免了以后 人犯罪的根源依然没有出去 人还是会照样抵挡神 人还是能够背叛神 神的国度不可能会有抵挡神的人 所以依照这个原则 我们前面讲了 有些人认为 人信了耶稣 就是得了赎罪祭 也就是得救 就可以进天国了 这是不正确的观念 当耶稣在讲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 直到现在 天国不断的遭受猛烈的攻击 强暴的人企图把他夺去 这个时候是这样的背景 也就是施洗约翰 因着传道的缘故 被西律王下在监狱当中 然后施洗约翰 差遣自己的门徒来问耶稣 那将要来的人是你吗 耶稣在回答完了 施洗约翰的门徒以后 耶稣对群众谈论起了 施洗约翰被吓到监狱当中 这件事情 耶稣说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 直到现在 天国不断的遭受到猛烈的攻击 强暴的人企图把他夺去 这意味着 有很多的时候 强暴的人企图要攻击神的国度 但是耶稣说 纵使强暴的人 用他们的武力来攻击天国 但是天国绝对不会被击倒 并且得到天国的 不是那些强壮有力的人 而是那些 因为知道自己软弱无助 而来依靠神的人 这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 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 最后所说的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们知道 我们得救 是依靠神的恩典得救的 这也就是因信称义 我们得救 完全是依靠神主权的恩典 而不是依赖我们个人的付出 而圣经当中那些吩咐 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 而是一个得救的人 应当有的态度 这也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在成圣的路上 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因为通往天国的道路 是一条窄路 是一条需要背起自己实际之下的道路 像施洗约翰一样 自从施洗约翰开始布道以后 撒旦魔鬼就猛烈的攻击神的国度 在逼迫的那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不让他们进入神的国 我们这些基督徒虽然得了救 仍然会面对撒旦魔鬼的逼迫 亲爱的朋友 你现在是不是面对经济的难关 或者是面对身体的病痛 还是面对人际关系的破裂 虽然你已经相信 耶稣是你的救主 但是你仍然没有看到 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甚至你已经开始怀疑 人生这条路走到了死胡同 当你开始怀疑 信耶稣有什么用的时候 就是撒旦伎俩得逞的时候 这也就是这段经文所说的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直到现在 天国不断的遭受猛烈的攻击 强暴的人企图把他夺去 因为就连施洗约翰 在遇到撒旦猛烈攻击的时候 都要怀疑耶稣是不是弥赛亚了 更何况是我们呢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不相同 但是我们都有遭受考验的时候 无论我们现在的难关是什么 是经济上的 是身体上的 还是人际关系上面的 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 不管撒旦在哪里猛烈的攻击你 耶稣都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耶稣会告诉我们说 我爱你 我支持你 我与你同在 你不要放弃 你要守住 我已经向你显明的这条道路 今天当我们面对生命当中 诸般的挑战 心中没有平安的时候 耶稣仍然要向我们发出邀请 耶稣会说 到我这里来 因为耶稣曾经为我们的罪 为我们伤痛 为我们的沮丧苦恼 为我们的软弱恐惧而受苦 所以耶稣知道 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 耶稣知道 要怎么样来安慰我们 耶稣知道 要怎么样来巩固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持守这样的心智 过去这样 今天依然是这样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在困难挑战当中 坚持下去 我们就会在神的国再度相见 以上就是本集南解经文系列节目 为您所介绍的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我们下次见 再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